可以拉近你 拉近你 拉近你 Tony Dan 大家好 口温 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我就是Dylan 背后的镜头 叫 Kelvin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 要教你们 如何把普通的玻璃瓶 或者这种 plastic 的碗 变成像我们在淘宝 或者在 Shopee 上面看到的那种 磨砂的那种瓶子 那种花瓶啊 或者那种装饰品 它其实方法很简单 只是需要把乳胶去 参一点,加一点那个 酸辣粉,然后这样混合起来 然后你去把它刷在玻璃瓶上面 就OK了 这个装饰品,我们在前面一个视频 就是那时候我们凯照的那个房间 有用到啦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的话 这样我们现在就开始 跟你们讲我们是怎样做出来的吧 好,首先我们会用到三种颜色 就是我们要把它变成像 那种巧克力色的花盆 然后就是我们用的这个灰色 灰色来讲的话,你可以调它的颜色 你可以加一点白色啊 然后它的颜色会比较浅 然后还有我们的白色器 OK,我今天就会用这三种颜色啦 比例来讲,我们会放在screen 里面 然后你们就可以参考咯 还有那个cheat的色号 我们也是会放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啦 OK啦,所以我首先就用这个灰色 它灰色来讲,它其实颜色很黑啦 所以你可以参加一点白色进去咯 先按我们做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那个脖子 �子 好,所以我已经把我的灰色的乳胶漆 跟我巧克力色的乳胶漆 参了一点点的白色 然后我现在就要把它混合起来 之前我要倒那个 Soda 粉进去 就是这样的 Baking Soda 普通你们去超市可以买到的那种 Baking Soda 啦 我们就把它跟这个 Cheat Mix 起来 搅拌均匀 OK,我们现在已经调到我们要的颜色了 它跟我们上次调的样子有点不一样啦 我们就试试看用这个颜色 然后巧克力色的这个呢,它就比较像... 因为我们买的这个 Cheat 是我们自己有剩下的 我们就没有另外再买啦 这个 Cheat 是我们另外一个 DIY 买的 它好像不是想像我们要的那种 Terracotta 那种花盆的那种 Orange 色啦 我们也是拿来试试看啦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把它刷上去我们的这个 因为这个玻璃杯很美,不过它其实已经破掉了啦 它的嘴这边已经破了 所以不要浪费,废物利用 我就把那个灰色刷上去 这个是喝过的酒瓶 我们也来刷成灰色 这一个呢,就是我在 IKEA 另外买了一个花瓶 跟那时候来试的一样啦 这一次这一个,我就把它刷成巧克力色 这样我就先刷这一个 with灰色先 会不会很难上色? 不会咧 那个气还蛮容易上的啦 现在我要刷这个瓶子 这个灰色 我们通常是有两层这样啦 你看它第一层,如果你觉得它不要 它还是会透过去的话 你就有多一层啦 如果你喜欢它,还可以看到一点 这样你就有一层就可以了啦 OK,你看 它很容易上咯 然后 不需要什么 你也不怕看到它的 那个brush的stroke 只要油上去 cover完全不就OK了啦 看你喜欢 这是艺术品 现在那两个灰色的已经刷好了 我就来刷这个巧克力色的 就是这里 然后用这个 好,这三个瓶子我都已经刷了第一层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我再刷多第二层 那个灰色应该会比较美啦 这个巧克力色是比较特别的颜色啦 我们试一下这个颜色 看它干了之后会比较漂亮嘛 好,那我们就等这个漆干了 我们再刷第二层吧 好啊 好啊 这个好啊 好,我们这些已经全部已经刷了第二层的漆 然后都已经on the way to dry着了 像这一个 是不是很漂亮这样 然后这些被啊 摆在那边应该是蛮美的啦 然后这个,像我们这一次这个颜色就刷它brown color 它就会比较像那种 ceramic的花瓶 然后如果你们也可以买,就是家里有这种奇奇怪怪的 plastic的瓶子都可以用 像这一个,像我们这边有用它一瓶小瓶的来割出来 它干了之后也是会很漂亮的啦 这一种也是咯 你就把它的这个盖拿走 然后你看它的形状是很漂亮 你就这样刷它都不动也很美啦 好啦,这样我们今天的video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这个video的话 记得要like 把这个video分享出去给你们看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until next time,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感谢观看